今日股市由老凤翔特别呈现 各位 今天是7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大家也在期待 7月到底能不能迎来一个开门红呢 如果你看上证指数的话 真的是勉强收红 因为涨幅只有0.1% 但是如果你去看中小版和创业版的话 则是以绿盘报收的 而且像主版创业版这种有些许的分化 已经在本周持续了三天的时间了 而且在今天的这个盘中 大家其实也看到了一个高点 可是距离前期那个高点 真的只差一点 所以对于这个上方的这个压力 2930到2950之间 到底能不能逾越过去 还是我们有可能在这儿止步不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整个的这个日K线的一个表现的情况 之前是3097到这个2945的连线 其实我们在那两个阳线的时候 已经向上突破了 同时成交量是一个温和放大的态势 所以大家也在期待着 成交量既然是温和放大 在这短暂的修整之后 指数应该可以继续向上攻击 但是问题就是在这儿 横盘了两天的时间 好的地方是横盘的过程当中 每天可以看到一个高点 今天看到了一个高点 2944点 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 做多的动能更强烈一些的话 是不是我们应该先把这个前面的高点 2945冲过去 可是今天啊 就是差了这一个点 成交额呢 也是进一步萎缩的状态 所以后市啊 在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影响之下 还能不能继续上攻 我相信这是大家对于整个市场 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咱们来看看周K线啊 大级别如果管小级别的话 是不是周K线会给你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日K线走的相对扭腻一些 但是周K线我们看看 本周的涨幅在2.74% 而且是在连续跌了三周之后 终于在这一周 呈现出了上涨的局面 上涨了2.74% 同时成交量呢 是微和放大啊 如果你看周K线 哎 走的还不错 量价配合也比较理想 看这个K线 是不是意味着下一周市场 还有继续向上的动能 所以今天的辩论话题 我们也非常简单 非常直接 目前的市场呢 是在成交密集区啊 反复的震荡啊 这个主板震荡了两天了 创业板也是啊 而创业板宗旨 就之前最强的这个指数 连续两天没有创出 这个短期的一个新高了 所以你觉得下一周 到底能不能继续上攻呢 我们给两个选项 A 会的啊 就是能 震荡消化上方的压力之后啊 其实是在酝酿着反弹的空间 在这儿消化一下 可能反弹的空间啊 会更大一些 B 不会 指数九宫不下 谨防反弹结束 三两的时候啊 大家已经基本形成了 一致性预期 认为7月份的行情啊 还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当你发现 后两个交易 一直在反复震荡 反复纠结犹豫的时候 可能原本你做多的 这种信念和情绪 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 以后我们来看看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有关于今天这个互动话题 A和B之间 更多的会选择哪一个 当然也要听听 今天请到的四位来宾 看看他们会做出 怎样的选择 今天请到的四位来宾 分别是姚卡 还有钱英啊 欢迎二位 另外我们请到的两位是 颜斌 还有李松杰 欢迎二位 好 先来了解一下 今天市场整体的表现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市场呢 是涨跌不一吧 上轮指数微幅上涨 0.1% 收在了2932点 还好 7月份是一个开门红 微弱的这个涨幅呈现出来 中小版也是微幅下跌 0.25% 创业版 0.75%的跌幅 跌 跌的也不大 涨 涨的也不多 再来看看成交额 本周的这五个交易 大家可以看 就前面的两天 比如说6月27号大涨的时候 大家觉得成交量不够 但是没关系 第二天的这根阳线的补量成功 但是当你出现第三根阳线的时候 实体已经开始收窄了 成交额也开始出现了萎缩 后面两天就是持续缩量的震荡 缩量的震荡 是不是意味着对于后市 咱们一是要关注成交量 二可能也表明出 就大家现在心态还比较的稳定 但是横盘只是空间也比较的有限 我们再来看一下涨停的加速 你看这一周五个交易日 就是周一最高 然后周二次支 到了周五 就是最弱的一天 今天虽然没有跌停的个股 可是涨停的加速实在是有点少 只有27个个股是封在涨停板上的 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赚钱效应 40% 涨的995加 下跌的1481加 也是本周赚钱效应最弱的一天 现在面临了这一个比较尴尬的现象 就是前期的一些强势的品种 开始纷纷回调 那新的主线呢 新的热点好像也没有明确的诞生 好像是青黄不接的这样种状态之下 也使得市场走势也比较纠结 所以咱们也来听听 现场的几位嘉宾会怎么选择 A和B之间哪一个的概率更大 我们先来听一听杨老师的观点 您来给我们做一个选择题 您选择哪个 我选择的是A 那个总体来看的话 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个走势 是处在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善的一个状态 所谓改善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注意到 从紫柱来看的话 它已经接近了前期箱顶附近了 从整个市场的一个层面上来看的话呢 应该说市场的风险偏好来说的话 也有一点提升 同时呢 整个一个政策面呢 也有一定的那个转软的一项 我们说转软 并不是说支持 而是说从原来的一个比较 去杠杆的一个作用下 慢慢慢慢的向中心的方向在转 那么未来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呢 总体目前市场的一个走势 仍然是处在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中 但是呢 由于目前这样一些改变 我们觉得呢 下周呢 市场可能会有一个先一后一的一个走势 所谓先一后一的话是 因为大家其实对未来的一些利好 是有一定的预期的 比如说深港通 比如说国企改革 那么由于这个出台的时机来看的话 可能不确定性 因此呢 当大家那个看到 或者说预期到这个利好要出来之前 市场会比较热闹 但是如果说 那个比较热闹的情况下 那个有点落空的话 市场就会沉积下去 我觉得呢 目前只是市场有一种心态 或者说一种市场的一种 炒作的一种节奏的一种变化 但是总体整个一个利空 已经越来越少 而利好越来越多的这种状态 应该说是在正在经济当中 当然不是说利空没有 后面还有一些利空 比如说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个万科 如果一旦的复牌的话 可能会对整个市场 带来一定的短线的冲击 但是呢 我觉得这只是一种短线的心理上的吃鸡 如果说已经有了预期的话 那可也有可能像前两次一样 利空预期了以后 利空到时候便利好 总体来说的话 我想目前市场是处在一个改变 而这个改变是像 从原来的一个相提震荡的一个落实平衡 向那个好的方向再转变 其实归结下来 就是说六月份 我们在消化很多的这个 事件性的因素的利空的影响 但是发现这个市场确实跌不下去 每到两千八都能够再起来 所以大家对于后市 就是因为每次跌的时候 知道市场还能起来 所以大家的心态会发生变化 情绪呢也慢慢地改变了 但是问题就是走到现在这个位置上 刚刚你也说了 走到一个相提的一个上边沿了 那你觉得这个咱们向上攻击 从现在来看成交量 有人也说不够 是吧 如果说你真的强势的话 你应该短暂调整之后 就应该拉出去了 但是为什么今天就止步在2944点 你觉得是不是表明 做多的这个情绪 可能还不是很高涨 现在回踩的力度 可能相对来说会大一点 之后才会有想象空间的 现在市场的一个格局是这样的 主板和创业板和中小板 几乎是一个两个世界的一个走势 我们如果说看一些 大级别的K线的话 我会发现 整个创业板和中小板 它其实在今年 整个交易量是不减少的 或者说略有减少的 但是主板它是减少得非常多的 或者说量说得非常明确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那无非就是因为 在整个主板里面 有一批机构 国家对的一个机构 在里面进行一定的持股 或者说是被套 但是整体整个市场的一些 存量资金 因为我们把这个市场 定义为一个 存量博弈的市场 那么存量资金 它是会回避 这样一些大机构的 这样一个操作 因此我们会发现呢 市场往往是在坠落的时候 但是这批小的新的 这样一些操作的一个热度 维持不解 那么我们注意到呢 它就在本周呢 应该说还是出现了一定的 那个抑制吃辛苦 操作的一个措施 那么我想呢 这主要是为了平抑 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 为未来的一个卖领行情 打下一定的基础 总体来说的话 我觉得整个市场的一个格局 仍然是会向好的方面在转 而这个好的方面 我觉得可能是一些 比较热的板块 或者比较热的那个个股 有降温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一批那个 一批比较 那个前期比较冷的 冷的股票 会吸引一批资金进来 当然这个吸引的过程 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就完成 因为它的一个体量比较大 它可能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所以呢我们觉得 整个一个七月份和八月份 吃饭行情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一切还是以量为信号吧 就我刚刚问的 其实这个问题 也是想说 就是如果有更强的 这种多多的动能 是不是有人认为说 短期一两天就能冲过去 但是在你看来说 既然是一个慢流的 我们现在就暂时称为 这波行情 是一个吃饭行情的 慢流的一种态势的话 所以也不应该说连续地涨 也不具备这样的一种条件 在酝酿的过程当中 稍后来听听您的观点 比如先一后扬 您判断下一周 是吗 意到什么样的位置 然后涨 涨到什么样的一个空间 看到多少点 一会儿再来说一说 再来听听 钱英老师的观点 今天也是第一次 来到我们的节目之中 咱们先来做一个选择题 A和B之间 您倾向于选哪个 我选A 我认为它就是上阵指数 它会冲高到2950 接下来考验2880 那么就是中线的目标 我是看3017的 那么时间周期 我是放在那个下周的 就是6号跟7号 可能是一个高点 那么就是到这个地方 可能会回下来 我们我知道您也有一些技术图 比如说您的这个观点 给我们呈现出来 您来说一说 为什么您倾向于先 冲高到2950 今天其实最高是2950 我带了一张分时走势图 从这张分时走势图上面 一分钟的是吗 对 一分钟的 从这张一分钟的走势图 其实是看得很清楚的 因为在那个2807 它相对的是个低点 对吧 那么今天其实是一个 就是也是一个相对的高点 但是这里有一个缺口 那么这个缺口 我认为如果在这里 可能会把那个缺口补掉以后 那么再摸这个前期的高点 也就是我说 在那个2880得到支撑以后 中线的目标 我是看到3017这里 那么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想 那个时间周期 会放在6号跟7号 可能会是打出一个高点以后 往下走 那你是觉得先上去 去摸一下2950 还是说今天尝试了一下 其实已经摸过了 所以我们要先调整之后再上呢 对 就是我认为应该是 先回一下再上 先把下面这个缺口要补掉吗 对 补掉了之后 您可以看到的是3000点了 对 是吗 另外就是 我是中长线是看好的 可以放张月线图 其实这张月线图我是 这张是周线 我放张月线图 那么月线图里面是 这张图其实我是 从2013年6月13号画的 那么我当时是 以333为基准 把它是乘1乘2乘3 一共乘到6 都是每一个大底 都是在上面 都是还是很清楚的 那么从那个就是 这一波的就是 一个就是涨了 就是上面 2245到6000点的时候 它是顶跟顶 是7年 那么从6124到1849 顶跟底 它也是7年 从2245到那个1850 它是14年 那么也告诉我 就是这波行情 上阵指数是没有走完 那么从1850这里 又到了5170点的时候 那么它也是拉了 就是一年 那么5178 又跌到了现在的2638这里 也跌了一年 那么我认为就是 在这里就是一个底部区域 所以中长线 我还是看好的 我把中线的目标 定在3380左右 那么时间定在那个 三个月左右 就未来的三个月 对 倾向于指数 所以长线我是看好 那么短线是 就是在这里 有可能冲高回调以后再上 就是对于中线的这个行情 您看的还比较乐观 就是未来三个月 反正从7月份开始算 是吧 七八月 七八九三个月 您可能会看到3300点左右 这样一种位置 那短线的话 先回补下边的这个缺口之后 还能够再继续上工 这是钱老师的观点 我们再来听听 另外两位嘉宾的选择 来 延宾 两位选择A了 都觉得说震荡上行 而且是消化完了之后 咱们还能看到 比较可观的这种空间 您的选择呢 我选择B 对于下周的话 我认为投资还是要有所谨慎 那么实际上 今天是7月1号 对于整个6月份来讲的话 很多的观点都认为 是利空比较多 那么经过了整个6月之后 一些国际环境也好 等等一些因素 得到了解决之后 我也留心到 大家对于7月份认为 可能机会都会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就现在来看 因为我现在只能立足点立在 我现在能看到的一些因素上 来讲的话 我觉得现有的条件下 我们还很难期待 第一 有大行情 第二 关于行情什么时候出现 我觉得还很难判断 所以就本周的现有的成交量的表现来看 以及近两个月指数 接近到目前2950的位置的表现来看的话 我个人认为 如果说不能够在下周出现 这个放量的向上突破的话 那么投资者反而要引起这个谨慎 反而引起谨慎 有可能还会再下来一次 那么至于下来的位置 可能也不会太低 因为什么到底呢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6月份过去之后的话 一些大家认为比较大的一些利空的因素 实际上已经是淡化 那么淡化了之后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外围的环境也是 最近是一个包括英国的环境也是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就国内A股的市场来说 短期内是没有系统性风险的 所以的话呢 也是仅仅是一个下调 那么至于方向性的选择的话呢 是一定是要等待着 催化剂因素的出现 那么这种催化剂 无论是利多还是利空 它都是对于市场方向 需要有一个指明 那么此外的话呢 就是这个成交量 刚才姚老师也提到 非常的关键 所以这个是我大概的一个观点 你刚刚觉得说 这个方向性还不明确 你指的方向性不明确的意思是说 我们还在下跌的趋势当中 向上的方向不明确 还是指这个方向不明确 是我们在箱体里面震荡 上有上的上边沿 顶下有下的底 是这样一个震荡的区间 所以没有方向 对 我们从一个阶段来看 我今天把这个图也画了一下 我们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分析方式 那么我们现在简单一些 我就取了一个今年以来的一个图 实际上非常清楚 可以看到一个复合的箱体 那么从三月份以后 经过了年初这个下跌 有非理性的因素 那么这个因素之后 我们到三月份我们看到 市场实际上是进入到一个 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箱体 这个箱体的中枢在哪里 在2950 那么相对来说强一点 在三月份的时候强一点 强一点的位置在2950到3100 就上面150点 那么到了四月份之后 回到下面这个一个箱体 实际上就是2800到2950之间 这样一个整理 那么实际上除了这个两个大的 我们看到是深色的 这个大箱体框架之外呢 还有两个浅蓝色的 我们拿虚线标的在2900点和3000点呢 是形成了在上下两个箱体中间的 两个小箱体 实际上现在的 我们把这个K线都看进去 大家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 指数实际上就在几条箱体的线上 做横向的这样一个整理 而且时间周期都是非常长 基本上都有一个月的左右 那么我刚才讲什么意思呢 我说目前这种状态 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刚才姚老师也提到了 可能有一些筹码现在还在 这个一些大的机构的手上 那么导致了整体 我们的这个成交量 其实是缩得比较厉害 那么正因为没有催化因素 没有外界的增量资金性来 所以的话我们指数 很难出现一个趋势性的波动 这个我原来讲趋势的时候 讲过很多次 我觉得我先要说一下 我们这个大箱体 比如3100对吧 下边呢你画的是这个2800对吧 就2780这个位置上 我们之前是在这个 2900到3100的上边 然后跌了之后呢 我们就回到了2800到2900 这样一个位置上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中枢了 对吧 2950的这个位置上 所以是不是也表明说 其实我们已经由若转强了 我们接下来想上看的是 2950到3100这样一个位置 而不是说再考虑 2950这个中枢 我们过去要向下去考验 2780这个位置上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 选择B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刚才强调一点 就是今年以来 我们讲这个上半年的话 2950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一个压力位 那么如果能够上去的话 实际上就回到了一个上降体 对 那么能不能上去 我来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要看有没有催化因素 这个是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 是非常容易看到 就是我们看看第二张图 我们提个条件 我们可以看同样的 我们这个中间在图上的话 做了一根横线 这根横线是2950 那么在2950上方的话 我们看到 基本上互视的单边军量 要达到多少呢 要达到这个2500亿 那么我为什么提这个军量 因为整个市场的话 它实际上 它的换手率是 基本上是额定的 也就是说 这个市场里面 不会出现过小的换手率 或者过高的这样一个换手率 它会回到一个 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 那么如果说你要维持到 我刚才画的上香体里面的话 那么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 要有足额的 足够的成交量 也就是说 新鲜的血液 来支撑筹码的换手 那你的这个足够的血液 足够的成交量是多少 2500亿 这个是2500亿应该这么讲 是一个下限 如果你要维持到2900点 2950点上方 3000点上方的话 那么这个是一个下限 而目前来看的话 为什么我说要谨慎的原因是 我们看看 我蓝线标的这个位置 就是现在的军量位置 实际上只有1800亿 那么这个缺口 700亿的缺口 从目前来看 能不能填上 实际上这个 我们是无法做先期的预测的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观察 如果说成交量上来了 能够把这个缺口给它填上了 能够维持市场里面 本身的换手 导致的这个抛盘出来 能够承接得起的话 那么市场才有可能 进入到 我想的今年的这个强势区域 也就是上面的2950到3100点 这个区域 所以我刚才提了一点什么呢 我说没有额外的风险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不会暴跌 但是如果你达不到 要有催化剂的因素 达不到有这个足额的资金进场 去承接上方的抛盘的话呢 那么指数要进到上乡体呢 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这个就是我做出选择 建议大家谨慎的一个原因 好 我们这张图 就让姚老师来说 姚老师刚刚也判断了 首先你倾向于7月份 有施范行情 施范行情就是意味着 我们至少不会在2950之下 一直反复地运行 那就不叫施范行情了 这是你的一个主观的判断 当然有技术的配合 但是关键就是成交量的问题 延边也指了 这现在均量只有1800 也好像你要是连续在2985之上 去挑战3000 这没量不行 你怎么看 是这样的 总体我们的一个判断原则是 目前这个市场情况 是筹码有很多部分已经被锁定 这个锁定是指 目前市场最大的阻力 它锁定了很多筹码 因此大家非常清楚 特别是炒A股的人 炒小盘股的人非常清楚 其实这当整个市场的一个 大部分的筹码 或者说30%到40%的筹码 被锁定以后 其实未来的上涨 是一个没有抛盘的上涨 这种没有抛盘的上涨 在熊市里面 或者是在整个正当市里面 更加会显示出它的一个特点 也就是当市场成交量出来的时候 往往是一个短线相顶的高点 而当整个市场输到底的时候 它反而是一个低点 可以去来回做 这是一种熊市操作 那么未来的一个运行在哪里呢 我觉得目前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改善 是一个前提 有改善了以后 整个市场的变化才会出现 而这个变化 我也始终强调量要放出来 但是我放的量是 2,000亿到2,500亿 当然2,000亿是一个下限 2,500亿 我们以护士为例 2,500亿是一个上限 连续三天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不管这段时间 不管怎么样 它最多放两天到2,000亿以上 第三天就是放不上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量的延续 它是需要有一个 或者说要有一个上空 它是需要一个持续的一个进场 比如说今天1,800亿 没问题 明天2,000亿 后天2,300亿 再后天2,500亿 这样慢慢地放上去的话 我想一轮行情呼之欲出 但现在来看的话 它往往是第一天量很大 第二天量有点跟不上 第三天马上就缩下来 那么这种状态呢 说明什么呢 还是存量在里面进行运作 或者说在里面锁定筹码的那批人 根本就没有想把这个市场往上打 但是反过来我们想 如果当国企改革的 混改的一个任务迫切的 迫切的 在要展开的时候 当整个市场的一些 那个利好因素要兑现之前 那我相信本周三 好像市场已经做过一定的路线 当整个主板开始拉起来的时候 创业帮小 中央板开始往回撤的 那它经常很明显的 这种效耀板的产生 是整个市场一种 存量和增量的一种博弈 这种博弈一定会改变 因为目前为止已经是半年了 那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改变 而这种改变一定会带来 整个市场 我们所期待的吃饭问题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存价量 我想听到的就是一个级别的问题 因为在严宾看来 没有2500亿之上的量 你是看不到3000的 因为上方有很多的套牢盘 谁来给你解套呢 那姚老师也做了一定的解释 就是说现在这个市场 很多的筹码是被锁定的 所以这个涨的过程当中 抛压是会减少的 是吧 那就自然也就意味着说 不需要比如说量能级别 一定要达到2500亿之上 指数才有可能连续不断地向上推 你也不用每天盯着 必须要在2500亿之上 你才能判断说市场 有可能看到3000点 甚至是更高 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 可能大家关注的量的 一个焦点的问题 听一下多方和空方之间的 这样一种辩论 我们来听听吕宗杰 吕宗杰的选项 A和B之间你选哪个 我选的是A 我今天也带来了一张图 是商政指数的日线图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张图的话和杨老师 刚才给大家看的相继 其实差不多 我这个位置 我觉得在目前的点位上 就是2945.1线 实际上算是一个 多空的一个分界线 那么我跟杨老师的看法 不一样的话 主要是有两点 第一点的话 是关于对于利空 杨老师可能觉得 6月份的话 这个利空消息 开始逐渐消化了 但是在我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是市场 在面对有利空消息 来打击的时候 它表现出来的 这种走势 是比较强的 因为我们回顾 整个一个6月份下旬开始 每一次的利空之后 市场实际上 随后会伴随的 都是这种 比较大的这种上涨 那很快就可以 把前面下跌的 这种阴线 可以反包得掉 那么正常来讲的话 在这种下跌的趋势当中 遇到利空 指数连续下跌 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走势 但是如果说面对利空 指数不跌反涨的话 实际上就表明 指数在目前的这个位置 它的承接力 是在不断地增强的 也就是说 即使后面再出利空的话 只要是它的进爆的消息 这个进爆的程度 赶不上英国脱欧的 这种消息的话 我们觉得在这个位置 指数有调整的话 应该问题都不是特别的大 那第二个的话 是关于这个量能 那因为整个一个指数 从日线的这个级别来看的话 2945点只要是不过 那它始终就是在一个 窄幅的一个箱体当中 做这样的一个震荡 如果说它可以站得上 2945点的话 那么这就表示 一个右侧的 一个趋势确认的 这个信号就已经是出现了 那么我们觉得说 只有在这种趋势确认的 信号出现以后的话 我们对于成交量的一个分析 看它到底是放了多少 或者是缩了多少 我们这样的一个分析的话 可能到这个时候 才要去担心一个 成交量的一个问题 那因为我们现在回顾了一下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实际上我们通过最近的 整个题材股的这种炒作 我们可以看得到 指数在2945点之前 就在当下的这个阶段 它其实多空的这种 博弈还是比较激烈的 那么它分析也是比较大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股票 每天都是有在上涨的 有涨停的 然后也有很多板块 是在下跌的 那么我回过头去看一下 这种下跌的板块 其实都是在这一段 反弹行情当中去领涨的 比如说是锂电池 比如说是OLED 那么再看一下 最近涨的比较多的话 那可能更多的一种涨停板 都是更加倾向于这种 超跌之后的 这样的一个涨停 那么这样的一种风格的 一个变化的话 我们觉得那有可能也是 最近在目前的这个点位 它略微有一些 略微有一些谨慎 所以说也能看得到 成交量的这样的一个缩小 但是我们整体来讲的话 指数在这个位置 正常来讲 都是要有经过这样的一个 震荡来消化的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说它后面的话 可以放量站上2945点一线的话 那我们觉得 这样的一个信号的出现 那有可能会导致 场外观望的资金 来不断地进场 那可能有可能会把 这个指数来推高 就是现在你看到 觉得好像量还不够 但是在你看来说 如果能够站稳2945 或者放量的 后面就会有 源源不断的资金就进来了 是吧 你就不用担心量的问题了 但是就比如说 严斌和李松杰 对于目前这个指数 止步在2945的这种理解 大家是不一样的 包括像姚凯 他们的每个人的理解 姚凯跟李松杰比较相似 但是严斌呢 就是觉得 这个位置上需要 立好的催化剂 你可能才能够再向上 不然的话 你们很多人认为说 六月份的墙是体现在 利空不断地出现 但是市场是该跌不跌 理应看涨 但实际上我们也就走到这儿 成交量也不过就如此 所以你让它涨到哪儿去 那关于利好催化剂 到底需不需要 还是说六月份 既然都没跌下去 其实就已经是 最大的利好的催化剂呢 一会儿回来 我们再来听听 这几位嘉宾 这其中还有哪些 这个观点上的对决 看看他们对后世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研判 好 欢迎回来 其实刚刚对于观点上的碰撞 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咱们再来听听 严斌有什么样的一种解释 关于量的这个问题 第一 我觉得实际上 大方向上大家没有分歧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上去一定要有量 对吧 但是在分析的方式上 我觉得我们的观点是不同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说我们讲它要涨的时候 我们都会讲 它涨上去了就会有量 但是问题是 我们没办法去量化它 什么时候会有 所以的话呢 我现在得出的结论来自于哪里 就是我们建议投资者 一个我们可以看 我们现在的每天的交易量 我刚才讲 现在每天交易量 1700 1800 这个肯定是不够的 第二个 我们可以看一看 证券保证金的这个余额 现在这个数字一直在减少 我们看一看 M2的这个数量 作为目前的话 是不是资金有紧张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去可以看一看 这个两容的余额 两容余额 我们一直认为是激进投资者的量 而近两三个月来 不管这个指数在前面 如何的拉大阳线 我们看到这个数字 基本上就维持在 8500亿的下方 那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就是目前这样的上涨 已经没办法 让增量的资金进来 所以我刚才一直提个催化 就是要催化到 我愿意去做两容 愿意借钱 那么量就会放出来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的 我的一个观测点 好 但是如果我要说 就市场而言 我们就市场本身而言 至少这两天 我们不是在 1800亿的成交量 我们是看到过 2000以上的量 至少这两天 我们看到的两容余额 不是停留在 8300亿 8200亿 而是在不断地 攀升的过程当中 达到了8500亿之上 如果你就这两个 影响市场 最直接的一些因素来讲 当然保证金 你看到上周还是流出的 但这一周是怎么样的 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数据 好 稍后再来听听 他们的辩论 咱们先来联系一下 第一财经的记者高威 看看在今天的 证监会的通缉会当中 有哪些消息 高威你好 来给我们做一个 详细的介绍 好的 李婷 那么今天的这个 证监会的例行 发布会上 最值得关注的 也是关于这个 借壳上市方面的消息 那么在这个证监会 就这个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的 这个管理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后 那么今天证监会 又再次对这个 关于加强重组上市 就是说这个借壳上市 更为具体的 这个监管的安排 那么证监会的 新闻发言人张小军 就表示呢 那么目前证监会 已经建立了 全链条 全主体 全环节的 这个监管链条 那么主要是 包括三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是 在证券交易所的 这个层面 那么是要加强 一线的监管 那么明确重组 上市的项目 复排前 一律是要召开 媒体说明会 那么上市公司的 现在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总监高 重组方和中介机构 等相关各方 那么都需要参加这个 说明会来回应市场的 关注 那么充分接受市场监督 那么同时 证券交易所也会同步 发布这个业务指引 此外就是对这个重组 还要严格的对重组 上市前的这个信息 披露问询 逃根问底 那么第二个方面 就是这个现场的检查 那么各地证监局 是要加强现场检查 那么重组上市项目的 这个讨案披露后 那么一律都将要安排 现场检查 那么对2011年 证监会明确重组 从组上市规则以来 实施完毕的这些 重组上市的项目 那么也是要分批 开展现场检查 那么对此前的项目 进行回头看 那么第三个方面 就是要严格这个监管的执法 那么方案终止或终止的 那么不得豁免信息责任 中介机构也会要承担 这个连带责任 那么此外证监会 今天还就这个 进行绿色发展理念的 这个相关的监管要求 给予了明确的安排 那么主要是包括三个方面 一个是在发行审核的过程中 那么要严格执行 环保有关的这个法律法规 那么根据这个首发上市的办法 和融资办法的相关规定 那么以及相关的这个 法律法规的规定 那么最近36个月内 存在违反这个环保法律 行政法规或规章 那么受到行政处罚 并且情节严重 或者是受到刑事处罚的 那么不得公开发行股票 那么招股说明书在信息批 招股说明书的这个信息披露准处 和中介机构的这个职业规则 也需要对发行人存在的 这个环保问题 它取得措施和资金的投入情况 等事项 做出明确的信息披露和核查要求 那么第二个方面 也是加强上市公司 环保信息的这个披露力度 那么第三个方面 是要积极推进这个绿色公司债的发行 那么此外 今天证监会也是 就这个上半年 稽查执法的工作情况 和行政处罚案件的情况 做了一个介绍 那么2016年上半年 证监会受理的这个 涉嫌证券期货违法违规案件 共达到了388起 那么启动初步调查241起 新立案件138起 新立社外案件76起 那么与去年同期相比 再办案件是同比增长了48% 那么新立的这个内幕交易 出查和立案案件 占比达到了这个 所有案件的52% 是当前再办案件最主要的类型 好的 主持人 好 谢谢高威 确实在今天的证监会的通讯会当中 这个消息比较的多 当然最引大家关注的 肯定是关于这个冲突上市 继续是加强监观 好 咱们刚刚说到 这个市场的这个关于成交量 包括后市的这个行情的一个运行 这个钱老师也有一些补充是吗 你关于刚才延斌提到的这个观点 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我想借账延斌的那张图 就是2860这里 其实做了个双底 双底以后 它是经过了一波 就是到了那个3097一波行情 那么现在其实它是在一个 箱体震荡 那么这个箱体震荡 在一波上涨行情的时候 这个就是20那个 就是现在的今天的那个2945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主力位 那么如果站稳了这个点位 那它又要翻箱体了 也就是我认为 另外就是你说的量 其实我对量的理解是什么 不能放量 就是如果你去看 每次的放量就是个阶段性的高点 所以我认为就是在这里 没量只有好 就是到放量了 你去看每次你可以画 每次放量都是有阶段性的高点 所以我认为 在这里尽量的不要放量 另外就是我刚才说的 如果能站稳 三天2930这里 那么我认为是翻箱体了 我来说明的就是 你把那个我的那个 15分钟的那个缺口图打出来 因为我为什么就是很看好这个 就是你看 在那个就是那个3097左右这里 它90这里有一个缺口 对吧 所以我认为这个缺口它要会补 那么就是这里缺口 就是你如果是翻箱体的话 这个缺口就要补掉了 是吧 所以就是我认为还是不要放量 好 一个人说到成交量 确实我们也之前看到 成交量每次当你放大到3000以上 因为你看到3000亿只有一天 3300那就是个顶 3000亿那也是个顶 所以只要能够温和放量 但这个量不能缩得太厉害 1600 1800那肯定不行 你知道在2200 这样的一种水位能够维持的话 大家可以觉得翻箱体 哪怕现在有阻力 可能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好 这个问题咱们解释清楚了 接下来听一听杨老师 这个也是现在对于 你看上半年过去了 季限 然后这个月也刚刚开始 包括本周也结束了 稍微从大级别来看的话 后市的行情怎么判断 来技术的角度给我们解析一下 好的 整个市场已经过了半年了 半年我们要总结一下 我们稍微快点 实际上把三个指数 如果说上升指数 中小半指数和超小半指数 放在一起 我们来比较一下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出强了 刚才我们反复谈到量 我们先来看上上升中指的半年图 这个半年图上 我想总体一点 这个半年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是一根长阴短柱 所谓长阴短柱的话 就是说 整个市场的架 杀得比较凶 阴线的放在一个实体比较大 但是成交量比较小 而且大家注意 这个成交量是一个缩倍量 也就是说它相对于去年下半年 是一个倍量的萎缩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在这上面画了几个箭头 这个都是在半年线出现 那个长阴短柱以后的一个走势 大家看到颜色不同 颜色红的都是暖色的 都是那个成功的 两个绿色的是 而蓝色的是那个失败的 那么也就是说大概率 它出现长阴短柱以后呢 会有一个反弹 或者说有一个阶段性的反弹 那么注意啊 两个红的 就是这一次和前面95年一次 这个都是一个缩倍量以后的一个走势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是主板 我们来看一下中小板 中小板呢 实际上我认为是一个 冲高回落以后回抽前相提的走势 但是呢 大家注意一下 这张图最大的特点是 我要跟大家揭示一个特点 中小板指数的半年线 它的一个特点是 逢两连音后必见红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它只要连拉两根阴线 而且我们注意到 这两根阴线是长阴线 后面必定有一个红的一个反弹 反弹的一个半年K线出现 这也是我为什么对下半年 反弹行情的一个 释放行情始终有那个 情怀的这样一个道理 有一期的理由之一 对 然后那个创业板指数呢 走得有点纠结 为什么纠结呢 因为创业板指数 它不是长阴短柱了 它是长阴长柱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阴线比较长 量能也比较大 这种走势呢 最难判断 大家看到我上面 后面画了两个箭头 因为什么呢 关键取决于 在里面博弈的人的一个选择 这个呢 很难选择 但是呢 如果我们再放下一个级别的话 我们在下面呢 会看出它的一个方向 因为这个是一个级别比较高的 然后再来看看机械 好 机械非常有意思 机械上阴指数的机械呢 目前来看的话 我只讲一点 3250点 从原来的支撑 变为一个强阻力 也就是未来有反弹的话 这个位置也很难过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结论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中小板的一个季线 中小板的季线呢 应该说 目前来看的话 未来震荡向上的一个概率比较大 为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边上的筹码 也就是说 尽管我们知道 7500以上 8000点附近 压力比较大 但是呢 下方的支撑 它更大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结论 而且这种那个K线来看的话呢 应该说也是一种 基本上已经释放了动能的这种走势 然后再来看一下那个创业板的机械 刚才说了 创业板到底是往上往下搞不清楚 那其实呢 GK线会告诉我们答案 为什么呢 我这里这张图呢 我们别的不看 就看下面这个一个三个 这个三破2100均被拉回的这个走势 也就是说 在整个一个下跌过程当中 在横盘震荡的过程当中 每一次破2100 它都会被拉回来 那么反映出什么 2100以下 它的一个支撑非常强烈 至于调整是六个季度结束 五个季度结束 还是四个季度结束 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给答案 但是我们能给答案的是什么呢 2100以下 是买入创业板的良机 至少是一个反弹的机会 然后看了这个GK线以后呢 我想重点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月线 因为月线呢 比较近 而且呢 比较下个月就要忙 已经开始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月线上呢 我想要从整个一个上升月线来看的话呢 目前来看的话 三个K线 我想呢 这个组合是完成了 叫上升三法 这个K线组合的三分之二位置 为什么呢 严格来说 上升三法是五根K线 一根阳线 三根小K线 然后第四根再拉出去 也就七月份这个拉出去 那么这个上升三法是完成了 但是拉不出去 其实还是一个震荡走势 那么大家注意一点的是什么呢 我上面有一根下降趋势线 目前已经突破了 那么也就是说后期七月份 我们觉得大概率是会出现这样一个上升三法的吃饭行情的走势 那么中小板月线呢 是我认为目前走得最理想的 为什么呢 同样是三根十字心 但是大家注意收盘 这个收盘是什么呢 收盘是收到了这个三月份 这个最大量能的K线的上方 那么也显示出它有一个强烈的突破的欲望 当然我这个生命线都在那个目前 那个中小板月线还是收复了这个生命线的一个格局 其实量能配合是比较理想的 这是一个 然后再来看看那个创业版的YK线 创业版的YK线呢 我觉得呢 它最大的问题在于量 刚才我们讨论半天量 它这一次的六月份的量 是今年以来最大的量 比三月份的量还要大 但是大家注意 三月份是涨了19% 而这一个月六月份是涨了3.15%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放量滞涨的一个走势 换言之 它也同样突破了这个上升 下降通道的一个趋势线 但是未来来看的话 它能不能继续往上走 由于六月份出现一个放量滞涨 因此我们认为 在这个三个月线图里面 最看好的是中小板 其次主板希望比较大 但是中小板 创业版 目前放量滞涨的迹象比较大 我认为比较 在三个排列里面 变数比较大 可能要操作的话 我情愿操作中小板和主板 明白 就是从这个稍微大一点级别的 这些K线来看 中小板更好 不管是月线还是半年线 一会是季线 但是这个主板呢 这个看着也有戏 但是刚才姚老师那句话也说的是 要不然就是一个 迎来这个七月份的吃饭行情 是吧 要不然就是在沉默当中探底 也会有比较大的那种变数的存在 但目前大概率应该是向上的 只有创业版 为什么创业版可能看起来比较难 因为这是一个最多存量资金博弈的地方 所以被影响的东西 不是靠外界的资金 而是里面的这种资金的影响 好 稍后回来 咱们来说说具体的操作策略 那么接下来市场当中可以重点关注 哪些品种 哪个热点会有可能成为主线呢 一会儿来听一听他们的判断 2016年4月1号 沪深300指数爆收321.89点 到6月30号 指数跌至3153.92点 从4月到6月 A股三个月纠结的行情 让身处其中的投资者备受煎熬 不过参加有看头炒股大赛的选手们 就有人在这三个月里 取得了总收益翻番的亮眼成绩 两位总收益超110%的选手 一位连续裁准锂电池 区块链物联网黄金等板块的轮动机会 另一位八成操作 围绕近期强势的刺新股 而其他高收益选手 既有人一笔操作长期持股待涨 也有人抓牢互联网金融热门板块 后期强势发力 想看他们的具体操作 了解他们的选股思路吗 即刻下载有看头APP 行情操作随时掌握 7月1号起 A股投资挑战赛7月赛重磅上线 报名通道已经开启 万元奖金等你来挑战 欢迎回来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 下周可以关注什么样的品种 如果从本周的一些市场的表现来看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本周每天涨幅和跌幅居前的一些品种 本周周一 一是普涨的格局 二相对来说 军工是更好一点 到了周二 也就刺新股更好一点 然后一要也有表现 可是像锂电池物联网 就前期强势的就开始调整了 而周三 就是前一天好的 比如医药 到了周三就开始调整 反而一带一路 就中镇头当时有中铁二局 拉到了掌停板上 可是也就这么一个零星的热点了 到了周四 你就可以看到 军工算是这一周来说 最为活跃的品种 还能够延续到今天 白酒在盘中表现过 但是像刺新股 昨天大面积跌停 今天虽然有活跃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 昨天的跌停的个股 今天还能够封到掌停板的 只有一只 而且今天刺新股 虽然大面积有掌停的 可是只有四个是自发掌停的 其他都是一字板的 今天还有就跌的比较多的 就是半导体互联网 也是前期强势的 你就会发现 曾经强势的已经开始调整了 但是到底谁是新的龙头呢 在酝酿之中 可是持续力度又不强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布局呢 咱们来给大家做几个选择 比如说 相对来说 之前活跃的有物联网 有半导体 另外这一周最为好的 就是航天军工 当然也有过冒头的中字头 以及还有避险情绪 比较高涨的黄金 当然了 还有一个其他的选择 比如说你看好金融 或者你看好其他的哪些品种 或者大消费 或者家电等等 咱们让他们来说一说 沿边虽然在操作上 刚刚在对市场的判断相对谨慎一点 那你觉得大家有关注的品种 实际上操作上我们也都看到了 那么我觉得基本逻辑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说市场没有系统性风险的话 那么个股的活跃度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从活跃度来讲的话 这几个选项里面 我个人觉得 刚才提到了 本周航天军工还是比较吸引我的眼球 那么基本的想法是这样 我觉得短期内因为航天军工的事件驱动机会 也是比较多 实际上我们真想的几个 包括像物联网半导体中之头 其实都有这种驱动的机会 但是我们要考虑几个问题 一个的话就是说 一般来讲在弱势当中 我们原来有句古宴 叫喝酒吃药拼刺刀 那么前面这个酒喝 酒今年是喝得不错的 那个药到现在为止 也有表现 连续性表现不太好 但是航天军工 因为最近的几个事件驱动因素 我个人比较看好 包括我们讲的中俄之间 发了一个国际战略的联合声明等等 对吧 所以我觉得像这一些的事件驱动 可能会对这个板块会有一些持续 我们包括像看到中航系的一些股票 最近的走势都是不错 而且是带成交量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 刚才讲没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 那么像这一类个股 可能作为事件驱动 短线做一做 还是可以考虑的 当然也不排除像这个 为什么我没选A和B 因为物联网和半导体的股票也比较多 而且牵涉到这一块的话 它内容也比较多 它在板块上的清晰程度 比航天军工要更为复杂一些 所以我建议短期还是跟热点走 好 如果做最热的 就这个最热的 吕松杰的选择呢 我选的是半导体 还有一个其他 其他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核电 因为在目前的这个位置的话 我觉得如果说指数在这个位置 可以向上突破的话 那我觉得只要是它的热点 还有量能比较配合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 大家可以来做加仓的 但是如果说跌下来的话 因为也同样是在箱体当中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 它市场整体的风险也不是特别的大 那跌下来的话 大家可以来做一个低息的一个布局 布局的话 我觉得有两条思路 第一条的话 我们就是去关注前期这种强势股 然后回调之后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这里关注到像 比如说像芯片 那芯片的话 这样的一个板块 它其实既涵盖了物联网 又涵盖了半导体 甚至它还跟军工的一部分的题材还挂钩 那么而且它在之前的这一段的反弹航行当中 它的成交量是放的也是比较的大 比较的明显 而且上涨的力度和角度都是比较的大的 那这种强势股回调之后的话 往往都还是会有一次可以进场的一个机会 这是第一条的思路 第二条思路的话 那我们在目前的这个位置 可以去逢低去布局一些 整个的一个基本面 或者是业绩开始逐渐向好的这些公司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关注到的是核电 因为核电的话 从这个13-5规划当中的一些细则可以看到 而且从一些上市公司 一季报的这种业绩来看的话 很多公司 它在去年年底拿到的这些订单 已经开始在逐渐反映到业绩当中 而且有不少公司 它是实际上已经是扭亏为盈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面的话 那这种公司 它实际上反映到股价上的弹性也会更大 那我们觉得在 如果说市场有一个调整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适当地去做一些低息 去布局一些中长线的一些品种 好 稍后回来 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两位嘉宾的建议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 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调查结果 好 欢迎回来 咱们先来抽奖 可以抽取一位幸运观众 获得由飞科智能电器 为您提供的精美奖品 我们请大肯定滚动起来 看看是哪位幸运观众 好 停 恭喜伟号656的观众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尽快和您取得联系 接着简单了解一下 今天的资金流向情况 如果从今天的资金来看 银行流入最多 3.12亿 保险次之0.33亿 有色金属 钢铁 商业连锁 都是净流入 但幅度不大 0.11亿之上 我们来看一下流出比较多的前五个板块 电子信息和计算机 依然是流出最多的 都在5个亿之上 券商也比较多 4.9亿 通信4个亿 1.1表 3.78亿 好 接着让钱老师来选一选 你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可以关注什么样的机会 帮我放那个 就是我有一张叠加图 您来说 这张叠加图 其实它告诉你的是 黄金跟那个原油是在一个高位 那么就是 大宗商品在中间的位置 金融也是在中间的位置 那么中间的位置是逢低的买 波段的操作 那么其实看一下 那个地产是在一个相对的低点 医药也在相对的低点 包括是那个 就是一路一带的 那么其实它也是一个中字头的 对吧 所以我认为就是 我们是逢低的去关注的是 低位的股票的 超跌反弹跟补涨 那么高位就是做一个 还是等它回下来再关注 所以就是还是安全第一吧 所以你是倾向于 虽然后面指数看得有空间 但是也是这些低位的品种 可能会出现补涨的行情 对 现在就是 其实大家就找找 什么东西没涨过 是吗 就一直在底部不动的 就是2638这里 还没涨过的股票 相对的安全 那对于题材股 你是比较谨慎什么 因为那些已经涨过了 我认为题材股 有可能风险在这个题材股里面 风险可能 因为涨多了 所以可能要释放风险 好 这是钱老师的选择 来看看姚老师的选择呢 我选择是A和D以及F 就是互联网 中字头和其他 互联网中字头其他 互联网我认为是 新进刚刚冒出来的一个新的板块 而且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 那么中字头我认为 就是后面启动行情的一个动营 有可能是有其中一点 是国企改革混合式 所带来的一个预期 那么其他呢 是一颗红星两手准备 那么像其他里面有生物医药 等等这样一些东西 那么当然一旦市场看调整的话 因为这些品种比较安全 总体来看的话 是以科技和业绩两手准备 来做一定的准备吧 如果是像你这么选的话 就是说又要有中字头是吧 然后又要有互联网 那就是说其实是 这种大的东西和小的东西 之间会轮动了 那其实这个行情相对来说 就比较好了 我认为是这样的 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个推动 到底是用国企改革 还是用科技来推动 目前来看我存在疑问的 但我个人偏向于中字头 也就是这样一些 低位的 低价的 低位的那些 普特的一个启动为止 好 另外大家可以通过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发送投票结果数字 来聊取最高的投票结果 那么今天这个选择呢 也是选A的 相对来说更多一些 57% 选B的43 机会是航天军工最多 25%的人都认为说 军工最多